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讲这个法界一如 我常常提到这个烦恼 要这个我们学佛就是在破除烦恼 事实上在我们的沙坡世界有很多的烦恼 鼠也这个鼠啊 给它鼠起来也是鼠不清的 众生都有烦恼 那我也讲了一句话 要破除烦恼 你就要修到这个无我 无我才能够破除烦恼 那你假如到了无我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啊 是什么样子的境界 其实就是在法界一如的时候啊 才能够真正破除烦恼 没有到法界一如的这一种境界啊 是没有办法破除烦恼 所以有的人讲我已经没有烦恼 已经没有烦恼 有很多行者讲我已经没有烦恼 事实上是还有没有 应该还有 还有一丝 还有一丝一点点 你比别人看得开 但是呢 仍然有看不开的时候 所以还有一丝 还有挂一点点 还像那个水啊 烦恼像流水一样这样子在流 那么 这个在流水当中啊 其中还有几个不流的 好像是被这个 被石头挡住了啊 或者是流到这个 比较那个水流比较不急的地方啊 它会停 水稍微停在那里一下子 还是有停留的 真正到了法月一如 才会没有的 才会没有烦恼的 那这个是我特别提示出来 这个真正要破除烦恼 只有到一如的境界 才能够破除烦恼 你真正能够体会到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吗 假如色空一如的现象 产生出来 你真的烦恼就没有了 其实 其实心经里面啊 金刚经里面所提到的 就是一如真正能够破除烦恼的最高的一种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 这个我们智慧 这个魔啊 是来干扰修行人 干扰修行人 那么它给你很多的痛苦 像疾病啊 病的痛苦 金钱上的痛苦 名位上的痛苦 感情上的痛苦 家庭的痛苦 子女的痛苦 这个人世上的痛苦 种种的痛苦都加注在你的身上 用种种的方法 啊 来破坏这个行者的这个修行 很多的痛苦会加注在你身上 但是你看破这些啊 你必须要用无我的方法去看破 你假如用无我的方法去看破 再达到一如的话 那才能够真正烦恼 才能够解除 那么魔是什么呢 魔啊 真正的魔啊 是在生地的菩萨里面 在生地的菩萨里面 你说一如吗 一如吗 法界一如吗 它也是在一如里面的 你要能够达到空境的时候啊 了解到空境的时候啊 你才能够去认识某的 这个境界一达到啊 你才能够全部解开的 或者你还有一种相对敌的那一种心啊 相敌对的那一种心还在 你表示你的烦恼还没有解除 表示你本身的烦恼还没有解除 有了敌我的观念啊 那烦恼不会解除 有了爱跟恨的观念啊 怀恼不会解除 有多跟少的观念还在的话 怀恼不会解除 有富跟穷的观念还在的话 怀恼不会解除 有高跟低的观念还在的话 怀恼也不会解除 那这个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所以要破除这些啊 好坏 善恶 是非 对等的这些观念 变成一如的现象 怀恼才能够真正解除 当然这个是比较很高深的 这个如来的这一种智慧 高深的如来这一种是智慧 但是你假如能够渐渐的修啊 破除种种的无明 真正能够社空不恶 你就能够自在人运 自在啊 就是啊 非常啊 这个存在一种很平衡的心里面 就能够深深明白空性的 就能够深深明白空性的 你始终啊 生存在空性里面的话 你就能够自在人运的 你就能够得到如来的智慧的 这个境界呢 就是称为啊 法界一如的这个境界里面 法界一如的境界 当然要能够啊 在修法当中啊 你能够进入法界一如的境界 你就能够真正的在 最深的 甚深的山末地里面 能够得到定 那你能够得到定的话 这个法 是真正的 甚深的意思 我们讲呢 这个 菩萨的等地 他的境界里面呢 分成十地 甚至到十三地 十六地 那么你能够 进入法界一如的时候啊 可以讲 你就是第十六地 真正到达第十六地 真正能够明白如来的这个智慧 那么你就是佛了 那其他的一切啊 都是属于这个旁枝 旁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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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修法 到了这里 就是真正的大圆满 那已经是一种超越了 所以叫做 顿超 顿超 一下子 一下子你就超越 到最高最为满的境界 就是一如的境界 这是很深的 那么也很微妙的 很难失忆的 也是不可失忆的 那么佛就是在这个境界里面 那么佛就是在这个境界里面 如来就是在这个境界里面 一切的菩萨等地还不到这里的 要成佛就一定要到一如的境界里面 所以它也是一个佛的一个别称 这个别称呢 就叫做真如 真如 真如就是空性 那么空性也就是佛 都是佛的一个别称 那么一如呢 也就是真如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妈的一被称